小朋友直笛演奏到一半 现场竟整个按了下来 但这可不是舞台效果 而是因为碰上三号全台大停电 新龙国小学生在看不到指挥的情况下 依然完成演出 勇夺特有成绩 三号全台大停电 南部地区入业后还是舞电可用 我们是在这边亲身 大家是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或者是碰到了 不小心有吧 只是满的 高雄知名海产店晚上用餐时间 挤满顾客却碰上大停电 大家只能靠着微弱烛光抹黑吃饭 瑞丰夜市也没电 业者只好自备发电机用来照亮摊位 你没电用 你没发电机吗 你没发电机吗 没有啊 六合夜市整条黑漆漆 摆摊摊商比平常少了一大半 摊商脑筋动得快 干脆发动机车 直接把大灯朝摊位照 让顾客能够看清楚 南望的经验都没有电 都没有电 会不会觉得今天逛六合夜市 出来的摊商也特别的少 对啊 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 有点 美电照样做生意 摊商想办法自救 一般民众则是冲到杂货店 强买手电筒 新达电厂导致全台大停电 高雄停电时间最久 摊商还有民众想办法自立救济 近新闻 雅善城曾俊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